妳有唸過最錯的一次嗎? 我唸過一個 可是我不知道好不好笑 不是 妳唸這個又不是為了好笑 妳不要壓力那麼大 關韶文很常說 妳以為不好笑 然後我就覺得壓力很大 其實我們很常會提到很多體育館 然後東京巨蛋 我就唸成東京巨蛋 然後就有一天我在錄影的時候 然後我就聽到外面就是一直狂笑 在腹空那邊 然後我就聽到他們說 欸 妳在看關韶文喔 那很好笑 對啊 我也是他粉絲 然後我就想說 關韶文這麼紅喔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關韶文 歡迎依文來了 嗨 又見面了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 體育主播這個工作到底有多難當啊 如果說他今天是維基百科的 歷史年表的最後一條 妳是有在那個現場的 就是妳看這樣 以前妳看他們打圈 然後就會問 妳人在現場 這也太感人了吧 對 我就覺得好感動喔 記不記得我們訪憲哥 那就是大哥大哥 就會很high啊 對 然後我們可能麥這樣度過去 憲哥就說 欸 嘿嘿 欸 好啊 哈哈哈哈 等一下 我不用了 我不用了 今天只要講 他就會自己很high啊 然後他就把時事 當時的時事 全部都回答完 全部回答完 然後大概十分鐘過後 他就說 欸 哈囉 今天有什麼問題嗎 然後大家都沈默 因為他已經講完了 因為上次跟大家聊聊說 體育記者的下一步 就可能很多人是體育主播 對 然後沒想到主管這樣一推 妳就這樣上去了 妳就想說 為什麼主播才來了 就是啊 中間還是有經過培訓 然後說訓練妳的貪吐講話 然後妳面對鏡頭可以正常了 培訓的現在大概要多久 半年我就上不去了 所以當妳要踏上主播台的 第一個想法 天啊 我要加入豪門了嗎 哈哈哈哈 好像是蠻多人問我說 欸 妳是不是 有機會嗎 有機會嗎 對 沒有耶 不是那次放我 是關鍵還是長相 哦 哈哈哈哈 妳記得妳第一次 走上那個主播台的心情嗎 因為我以前記得妳不是一個 超愛畫大濃妝的人 他確實需要比 所以現場看就真的是會很濃很濃 可是我們台已經算是 妝容都已經算是蠻正常 真的遇過一件事情 就是開門嘛 然後兩邊不是會錯過嗎 然後我就眼睛睛看到有一個男生 他就這樣 然後是弄出那種 可以有兩個可能 一個是他認出妳 一個是覺得 哇 這妳的妝容太濃了吧 這兩個可能不知道 不知道是哪一個 那有什麼不說他覺得很正之類的 哎呀 對 怎麼沒有這個成像 給妳 穿上那種有墊尖的西裝的時候 我沒有穿過有墊尖的西裝 沒有 現在不是因為我們台 主播不是在做一個墊尖 妳那是哪個年代的 雅晴姐 我們台就比較活潑 然後走比較可能有點美式 然後按照個人的風格 所以我們其實很少穿西裝外套 我們都是洋裝 然後按照你個人的風格幫你準備 哎 可是妳們是站著補寶對不對 妳是會穿高溫鞋的人嗎 也不會 我走的時候都 因為妳以前不是還穿球鞋嗎 不是 還是啊 對啊 這高溫鞋怎麼穿 還是 還是那個鞋是放在主播台的經典 就是妳知道 然後走上去 走上去 走上去 然後一下來 鞋子比較有點避人像 然後在幹嘛 妳說我完全不穿高溫鞋走路 那妳看我都沒辦法走 對啊 會移動 這個也要練嗎 剛上主播台的時候 我就訓練自己一定要學會穿高溫鞋 一開始他們都覺得我走路很像 就是因為我走路都很僵硬 然後這樣踩踩踩踩踩 第一次播報 妳穿上了高溫鞋之後 接下來就是要開始播報了 對 然後就是他們數5、4、3、1的時候 妳第一句話是什麼 這種情況就很像是 問歌手說 妳第一次看到小巨蛋什麼樣的心情 然後就是妳第一次笑投手就什麼樣的心情 然後他們都可能有些人會說 其實我什麼都沒有想耶 然後妳都會想說 真的嗎 怎麼可能 我什麼都沒有想 所以當媽媽媽說 5、4、3要進現場的時候 妳那時候只會想說 我現在這一句不能念錯 第一句是什麼 換一回來 換一說看這一句東西啊 然後我是林憶文 對 我是林憶文 然後需要甜心感嗎 就 我是妳的主播林憶文 沒辦法 不是 我想到這一句不能念錯 好 下一句來了 下一句不能念錯 妳是看讀稿機嗎 我剛剛沒有讀稿機 然後就會看上面念 可是會不會有上面讀稿機的人不小心寫錯 或是他覺得真心在害妳 妳有唸過最錯的一次嗎 我唸過一個 可是我不知道好不好笑 反正我就是唸 因為我們常常會知道 不是妳唸那個又不是為了好笑 妳不要壓力這麼大 可是唸錯也不是為了好笑 好 等一下 因為我剛剛有唸錯 就是我們很常會提到很多體育館 然後東京巨蛋 我就唸成東京巨蛋 然後就撥出去了 對 其實錄的時間很短 可是在你心中會不會很漫長 對 每一句都覺得好長 然後可是外面復空一直跟我說 念慢一點 可是我覺得我念超慢的 然後可是他們外面可能聽起來 就是速度是很慢的 所以我是在一起的 專業地Hold住妳的情緒嗎 例如說看到誰輸球或是贏球 妳的明媚心就覺得說 妳也太幸運了吧 要不是那誰倒不好 妳才不會以類這樣 很常有那種 好像還是會 啊 又回現場還是要裝沒事 對 就是因為畢竟還是我自己支持 恭喜 就是恭喜誰誰誰 主播很常遇到 就是第一次遇到一些很想哭的 真的要忍 就是有些新聞真的很感人 然後妳可能看完就覺得 就是這位硬碗妳還是要忍一下 就是不能讓那個淚水出來 怕被別人覺得說 比較沒有那麼專業或什麼 對 可是因為妳的情況比較特別是 妳人在那個TV台上班 可是妳爸爸也有什麼感覺 對 妳爸爸有從澎湖看電視看 就說 哎呀 這是我的雙子什麼之類的 他就會跟我說 你前一集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他每一集都記得 對 他是雖然表面不說 可是他每一個都鎖定 對 然後有一次是我們在外面吃飯 他就說 我現在就趕快回家酒店 然後我說怎麼了 他說我要回去看你 不過你特別錢 他說我要回去看這一集 連我在他面前 他就不看你 他不是看你本人 他們整個澎湖的人都知道 妳是抵禦主播啊 有可能 就我爸雖然表面想要講 很冷靜 他一直私訊別人 等一下 等一下 有陸續在路上被認出來過嗎 認出真的比較少耶 沒有讓妳這麼好看 謝謝 對 說到這個我可以再額外說 有多一個事情嗎 就有一天我在錄影的時候 然後就聽到外面 就一直狂笑笑很大聲 就是有在附空那邊 然後我就聽到他們說 欸你在看關韶文喔 那很狂笑 關韶 對啊 對啊 我也是他本質 然後就想說 為什麼你這麼紅喔 那你有去跟他們講說 妳認識我嗎 沒有啊 那會不會 有一天在附空看一看 就看到這支影片啊 就是有妳的這支啊 他們可能不會 不然會不會想點欸 喔 OK 都放給玉玉 你們幫我點 所以說當上主播 你覺得跟以前 在當一般人的時候 會有什麼差別嗎 買一些稍微漂亮一點的衣服 因為妳很愛穿褲子 或者是不愛肉腿 對不對 然後我就覺得說 我應該算愛漂亮吧 就殊不知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結果有一次我們是做那個 場邊記者 然後可能要仿球 我就想說 啊要上鏡頭至少畫點妝 上鏡訪完之後 然後就訊息就來了 主管說 欸你今天沒化妝了 哈哈哈哈 我有我有 妳說妳也是主管 都不是妳化妝 對啊 做那個 然後做完之後 就下面網友留言說 一文素顏也很好看 我想說 我有化妝 就跟妳今天來的時候一樣啊 她剛剛今天來的時候說 欸我今天特別畫一個大門妝 我說 我有化妝 對我今天特別畫一個大門妝 我說我腮紅都被妳中 哈哈哈哈 我印象最深刻是 妳剛去主播台的時候 然後體育性有一波 完全人留言說 這不是完全熱的配音嗎 對 我嚇到了欸 女生有這麼有辨識度嗎 就很害怕 有 喔 她剛剛說 也不能做壞事了 可是妳本來就不能做壞事 本來就不能 所以其實 除了聲音以外 妳的名字也會被認出來 對 她的名字 那麼太是長欸 我剛剛進體育的時候 總會有人問妳說 欸妳以前是做什麼的 然後我就說 喔我以前跑那個娛樂線啊 嗯 然後我就說名字 我就說林奕文 她就說林奕文 我知道妳以前是在那個 什麼什麼事情報嘛 對不對 然後我就一聽說 不是 就後來發現原來同名同姓 喔 對而且剛好她也是娛樂 妳覺得到現在啊 因為以前都是在電視前面看體育台 對 然後有一天自己坐在上面 就最大的改變 或者是心境上的不同是什麼 嗯 以前就覺得很崇拜 然後看那些主播們 就覺得哇 我真的好厲害 我什麼賽事都懂 那時候我真的不是狗腿 就我現在主管理醫會 那時候我就有看到她就是播新聞 因為她有一個兔寶寶牙 然後很多網友會攻擊她說 妳這兔寶寶牙很難看或什麼 她就在上面說 她覺得不應該關注她的牙齒 那個是他們家族的象徵 然後是把把支給她的禮物 她希望可以繼續留下 就覺得哇 很有想法 然後她就說 所以希望大家多關注她在體育這方面 對 那妳自己在做這工作 妳覺得有什麼使命嗎 我覺得就是盡量可以挖掘一些 運動員背後的故事給大家吧 就覺得說 很多人她可能很努力 可是沒有人可以看得到 或是大家只看得到她說她拿了金牌 可是沒有人知道說她是 為什麼 可以拿到這個金牌 她過了什麼樣的歷程 這樣子 因為非常多的體育選手 她可能不是明星 對 或者是沒有工資在幫她安排這一切 她甚至也不懂得社群上面的經驗或什麼的 對 所以必須要透過你們來把他們的故事講出來 讓更多人聽到 對 妳有做過哪一則是自己覺得 哇 妳也不知道這個故事 然後做完就覺得 哇 感動好多人 太多了耶 因為而且在學生賽事 很容易挖到這些故事 學生賽事 確實報導者相對比較少一點 就是說去跟教練聊天 跟球員聊天 你真的很容易聊到這些 就是小小的故事 我要哭了我穿成很多電影都這樣演 好多一些偏鄉什麼體育隊 差點被解散 然後就會有一個教練出來說 我來看這件事 這都是真實在某個角落會發生的事情 真實人可能更感動 因為那個教練可能就無怨無悔 他就覺得說我就是必須要撐起這支球隊 然後可能招不到聲 他就覺得就必須要一個一個去拜訪 或者是什麼學校的經費不夠 然後我們就第一個先解散 這都是真的 對 或者是有些球員 他可能是本身比較矮 挑選比較小 但他就想被看不起 他就苦練球技 最後他還是登上了最高的那個舞台 而且我看的那個下半場 范紹興演的那個 他是演那個聽障 然後他就慌不能打球什麼的 然後看一半你居然出現了 對 你居然會給我演電影 然後你是情感就算斷 對 在裡面居然嘎一腳 五秒 對 因為一段是話題才是活 可是下半場也很感人 就是很多電影上面 你會覺得很誇張的劇情 可是其實真實 限時沒有更新就行 對 他就是發生在所有的角落裡面 所以我覺得TV主播這個角色 也非常的重要 就是傳達到非常多的故事 讓大家可以看到對不對 沒有錯 所以如果說大家想要知道更多 林英文的事情 可以到哪邊找到你呢 可能就Facebook或IG吧 對 好就是這裡 這邊 謝謝英文的分享 如果說你們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大家把鈴鐺打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